他很强大 他的势力 所以 唯有一个强大的真相 才能够抵制住侯友宜的压力 你要随时随地要有心理准备 你碰到的是一个 可能要选总统的人 你做好这个准备了吗 我觉得我做好这个准备 好 现场 你要不要讲几句话 给我们的林爸爸听 我觉得林爸爸 这是一个非常理智 而且非常的 能够清楚地知道 他要什么的人 他要的东西 就是说不光是 为他的儿子讨回真相 也是要避免 以后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所以他要是 把这个流程搞清楚 并且把这流程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搞清楚 以后不要再发生 类似的流程上的错误 那现在这个整个过程 这个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长 不断地通过这么长时间 不断地掩盖 所要押注 让恩恩爸爸 林先生搞清楚这个状况 这实在是非常的 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那我觉得这个社会 应该给这个恩恩爸爸 极大的支持 能够把这件事情的真相搞清楚 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是值得追究的 因为这件事情 不光只是牵涉到这个恩恩一个人的事情 绝对是牵涉到以后会不会有类似的案子发生的事情 但是时间是一个很容易消耗一个事情 跟意志力的一个非常令人忧虑的一个武器 那如果侯友宜用时间去消耗这个社会 甚至于去消耗恩恩爸爸的话 那他还是可以过关的 他现在多了一个理由 因为他现在去提告 他就会说我这件事情 虽然跟你恩恩爸爸没有关系 但因为我这件事情 在这个法律的这个调查之中 他就会多了一个理由 而这个理由不只是对他 我现在担心他可能包括到时候市议会 要跟他调资料之后 他也可能说我是有这个理由 所以我才一直建议说 因为这是侯友宜 他这个民调第一 这个高形象泡泡破掉的第一个 那他一定很害怕 他一直追究下去 所以录音党之外 所有的机制 这都不是恩恩爸爸可以去要的 他是当时他要不到机制 但是市议会公权力是可以去要的 就把这机制调出来 你现在录音党你说在官司嘛 那你演训你没有提高啊 你演训这件事情就是诈欺啊 这件事情整个包括你的公文流程 是怎么签到哪里的 包括你当时那81分钟那个时候 你的指挥官各部会的人是在哪里的 包括你演训当天前 当天所有的人是在哪里的 这都会他一定要跟市议会调查 但是录音党他现在一定会说 对不起因为我这个已经在这个 这个检调侦查当中 他一定用这个理由 但是恩爸爸是一个人耶 是一个小老百姓而已耶 在这个恩爸爸刚才有一句话 我相信消防弟兄听到都会 他说公道自在人心 我觉得消防弟兄不是只是觉得 我不要帮你卫生局担这个责任 他们一定觉得良心不安嘛 这个社会上哪一个有良心的 会愿意让看侯友谊继续这样演戏下去呢 所以我觉得新北市府的公务员会呼吁更多新北市府的公务员 你们要跳出来把这个事实真相讲出来 因为这牵涉到是这是基本的人性 是要有良心的要有良知的 扣姐我也只简单补充一句 就是我刚刚特别讲到就是 侯友谊不要想说用追杀吹哨者的方式 就去让这些在市府里面知道真相的人不敢讲话 我想我们现在在外面的人 包括恩爸爸在内 要追的其实就是一个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一个小生命在 这个所谓的两个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 然后就这样逝去了 那里头一定包括在消防局 或者甚至于在卫生局里面 他们一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们一定也看到了这个过程 包括其实我这些天来看到恩爸爸他们的勇敢跟坚强 而且就像扣姐你一直说的 他其实不是带情绪 他只是 我有一个朋友因为他也是工程师出身 他才形容说恩爸爸其实就是一个工程师 现在在跑system在讨系统 他只是想把那个bug抓出来 他要把这个错误挑出来 希望未来这个城市就可以走的 这个系统啊 system就可以走的顺畅 我相信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眼光 那么他其实就是想要把这样的过程讲出来 过程当中知道真相的人 现在其实就在新北市政府里面 所以我认为其实这些人 你当吹哨者你不要害怕 其实你协助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真相 把这中间的bug抓出来 我想这是全台湾现在社会都希望能够看到的 好的这个恩爸爸你刚才也说了公道自在人心 然后你的公司的前老板 现在的老板都支持你 其实这个台湾的这个大部分的社会里面 大多数的人连不同政党的至少国民党籍的来宾 在我们这里全部都是一样的公道自在人心 而且要找出真相的说法 所以对你鼓励是很大的了 那么多人在讨论你觉得你为什么那么理智 跟你的工程系统工程师的背景是有关的 然后还有一点你说你的父亲以前也做过 一销的工作嘛对不对 然后侯友宜市长到今天还说 他是他是保护打火兄弟 他到现在还用这个情绪勒索来这个面对你 到现在为止从5月30号你po文到现在 市长没有直接跟你联络过对不对 没有 从来没有过 好奇怪哦 你最后这个我没有问你的是 你的这个训练真的是非常的超级 这个非常的有这个探究真相的逻辑思维 你找到真相以后你要怎么做 找到真相以后要怎么做 对 因为你想知道81分钟发生了什么事对不对 那他们不想告诉你的是他们有畏惧嘛 那如果你一旦找到了 所以 所以我要先听到全部的真相 看到底是哪个地方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嗯 那大家再讨论 下一步 去改善这个地方 就像王浩说的 你是希望不要再发生另外一个恩恩的悲剧 对不对 对啊 谢谢你嗯 光是6月6号消防局到底在干嘛这件事情呢 百思不解 嗯 到现在为止呢 要请教郎东 那我们只能从侯友宜 他第一时间就说 现在新北市议员好几位的推断是 他要袒护那个犯错的就在疫情 嗯 指挥中心的骨干的卫生局 他要袒护卫生局局长 所谓演习模拟那场假戏 市长事先知情 或是副市长事先知情的话 这些市议员也不会饶过他啊 然后监察院也可以查呀 他们要负起法律责任 这个后续的问题可多着了 他为什么会把一件 这么单纯的一件事情 可以十天啊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 对啊 侯友宜呢 他现在很明显了 因为他想选总统的话 他民调一定要高 他民调一低 他光是蓝营 深蓝不习惯 他就出不来 所以变成是说任何一点小错误 他都不能让他成立 他不能让他成立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尽力去掩盖他 而且他用的是过去威权时期 刑警常用的一个手法 就是呢 对嫌犯造成的一种心里面上的威吓 以前嫌犯在那边拷问啊 或者在询问他的这些口供的时候 旁边就有人的被打被哀嚎的声音 其实就是演出来的 那恩恩爸这场戏 其实也是一样这个原理 他透过这个方式哦 试图要去影响到恩爸的心理状态 让他心里面去怀疑 然后慢慢到相信说当天真的很忙 当天真的有录到别的声音 他等于就是把过去一些 比较不堪的一些刑警 所用的一些手法 把他搬到新北市里面去用耶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离谱 更包括的是说啊 等了这个吹哨者哦 张经纬前消防员出来之后 结果马上呢就有一个主任呢 这个绿松 他就跑出来 然后呢说哦 这个责任就是我的 这个他在骂就是我 其实张经纬的发文里面完完全全都没有提到李宇松 或是这个主任这个人 那为什么李宇松要跑出来说 他承认这个事情呢 是跟他有关系 是因为责任就到李宇松为止啦 他想要把责任断点设好 后于第三招的话 这点跟克文哲很相似 就是开始来扯基层 为什么说跟克文哲很像 克文哲当初出道的时候 就是那艾滋弃绢案的时候 就说啊 大家不要去追杀那个小护士啊 不要 其实重点就是你自己设计那套SOP 有没有留疏失嘛 后来建裁员证明克文哲有疏失 但是他透过一个把基层拱出来的方式 去转移焦点 后于现在说法一样啊 他说他支持出生入死的消防弟兄 捍卫他们的清白跟尊严 那他捍卫的手法就是找他们去演戏 这个就是整个事情 非常不堪让入目的一个整个真相 这一切背后的目的已经很明显 就是为了要去掩故侯友宜一个不败的今生 但是他把这件事情弄成了今天他是侯友宜 他是有计划的做法 他不是没有计划 他到6月6号这件事情被揭发之后 今天他定调成为什么东西 过程中有不同类型的不同个案 是否愿意倾听不同声音 但是如果有恶意重伤 伤害辛苦第一线同仁 我支持同仁捍卫自己清白 所以这件事情他已经把他导向中 恩恩爸爸已经不在他的直接对话的范围之内了 他已经把他导向成为侯友宜我市长本人 要捍卫我同仁的清白 恩恩爸爸已经变成他的敌人了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要帮助恩恩爸爸讨真相的人 要请教智奥的 你们面对的是一个高手 侯友宜可以搞到三年来 终致民要提名 也不是简单的角色 现在变成捍卫同仁了 你恩恩爸爸也变成伤害同仁的 这个生第一线同仁的一个家伙了 然后我是站在这里 搞不好这个状况之下 他还是可以民调第一 然后恩恩爸爸就最后就用时间 把他消耗掉了 就不了了之了 然后他就继续竞选连任成功 柯姐这就是侯市长的两手策略 擅长包装之外 他的两手策略就是用一种感同身受的假包装假形象 来告诉外界 我跟你们是站在一起的 这个这还需要说吗 我们也支持消防弟兄 谁不支持消防弟兄 他是市民最挺市民的这个打火英雄 他是全部新北市民的打火英雄 但是这件事情跟消防弟兄的清白 没关系啦 是他捏造出来的啦 过去三年他都是这样做的啊 我们过去三年多跟他交手 他就是这样 包括在议会 总咨询背询 他就是说我要让大家好基地 你議員可以这样啦 我最高基站 你都没高基站 他的意思就是一刀两切 所以他面对危机处理的时候 他最擅长就是如此 那我今天要直接的问侯友余市长 这个事件搞到现在如此 你除了拖延欺骗之外 你还有敷衍 为什么我说敷衍呢 爸爸接到两两份 一模一样的东西 一模一样的东西 我就直接问了 市府为什么不敢盖公文 为什么不敢盖章 公文书 市府寄的公文书 如果是译文 谁看过 谁决定 从哪一个局处出来的 我就直接问啊 因为爸爸可以证实 市府内部的资讯告诉我 寄出去的 就好像这样子一张纸的表格一样 市府 侯市长 我怎么说错 如果你持续的用这样敷衍 两手策略 你不是说准备好了吗 如果你准备了译文 就是这样一张表格 卫生局 陈润丘局长 难道你准备了译文 就是长这样 比这个还简单啊 寇姐 比这个还简单啊 就几个表格列表这样子 没有人敢盖章 没有局处敢盖章 谁签合的 所以也不是正式公文 所以恩爸爸 你收到的这两个市府记的公文书 很抱歉 没有人签合 所以这一天我们在我们节目讲过 侯友宜的市府团队第一时间是在做准备 司法诉讼上面的自我保护啦 我还要请教楚音的是 这个细节上哦 虽然那个侯友宜干的这些事情 我们大家都不理解 因为光明正大的人不会这样做 真的 但是他在政坛在警戒发展到今天这个位置 中间警戒的人都知道 他就是用公关用这种暗黑手法 一直混到今天的 所以他的暗黑手法有两种 一种就是这个表面上说要全力协作 私下给人家这个穿小鞋 第二就是你看哦 像志豪跟戴伟山啊 很多的新北市员都认为 他是在含护的是卫生局局长 陈润球嘛对不对 可是他表面上拿到台面来的是消防兄弟 好厉害哦 他今天已经把卫生局都保护好了 他现在的台面上的人叫做消防弟兄 卫生局不见了耶 卫生局被他保护起来了耶 为什么 不只是陈润球 还是我们讨论过的问题 就是他的疫情指挥中心是空的 他的疫情指挥中心根本就是虚设的 他的4月14号那一天 你们要去查了 执勤指挥官是谁 刚才那个 恩恩爸爸不是说他没有注意到这些吗 4月14号那一天 那个指挥中心里面执勤的人是谁 卫生局执勤的人是谁 你们新北的疫情指挥中心当天上班的人是谁 这才是关键吧 他挡起来了 对不对 这个可以继续查吧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刚刚一开始就说了 整个恩恩爸爸的事件的追踪 把侯友宜侯市长的假面具给揭开了 过去他一直在打一个迷糊仗 就是他把他自己包装形塑的很好嘛 就像国王的新衣 现在终于有一个小孩站出来说 他没有穿衣服 他事实上 他的整个新北的防疫的SOP是做的哩哩啦啦 甚至经不起考验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现在开始在追 包括他的所谓的防疫的SOP是什么 他的整体当遇到事件的时候 谁是那个指挥官 但是侯友宜很厉害的就是 他过去就是把自己包装的很好 包括你看他一刀切 切什么 他切说 我现在是站在一个保护新北基层 你们现在就是站在我的这个对立面 因为过去 全部都是在伤害他的弟兄 都是在伤害第一线 辛辛苦苦的基属 因为我们要知道 原本恩恩爸爸的这个事件 从大家慢慢开始讨论之后 就像刚刚连现场就是 这个冠勋他也说嘛 他是一个爸爸 这件事情没有蓝绿 每一个人都有家人 都担心自己的家人会是下一个 因为新北市横向联系 然后所以被误 失去生命的那个人 所以他这时候就赶快一刀切说 哦没有哦 所以现在如果你们是站在恩恩爸爸这边 你们是所有要追真相的媒体 或是政治人物 那你们就是在找这个新北基层麻烦 找打火弟兄麻烦 你们就是在玷污抹黑打火弟兄的努力 而我是那个保护者 所以你们不要再追了 你们再追的人 就是找这些打火弟兄跟基层麻烦 但是他就完全 你知道他又把那个防火墙重新 你知道他重新排列组合 他又建构好了他的故事 建构好了他的立场 你要选择站在基层打火星庸这边 但重点来了我要讲的他不是 他其实只是要维护他自己的那个国王的面具 那个侯岛的面具 侯市长的面具 他现在要赶快再带回来 他这个过去他操纵这个议题 的新闻标题能力也很强 他今天还是在操纵新闻标题 所以我做政治新闻这么久 我没碰过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 真的一个像样的就算国民党时代 我们那么讨厌的马英九 马英九碰到余文事件的时候 他还是交出了一个余文 你知道吗 第一时间恩恩爸爸要求要录音档的时候 你知道他的新闻标题是什么 他拒绝去听 记不记得 因为他可以操纵媒体 到昨天 他们每天 我们每天都在跟他攻防 跟那个新北的团队攻防 因为反正他们也不接我们电话 也不接受我们访问 他每天都在放消息 昨天你知道他们第一时间 那个张经纬的这个出来之后 炸弹出来之后 他们立刻 他们很快速 他的背后有公关高手 侯友宜的背后绝对有公关高手 我讲的公关高手 是一路把他从小景元 弄到陈水扁的爱将 景正署长 后来变成朱立伦的副市长 变成市长 他昨天是快速反应 张经纬的东西出来之后 立刻反应 而且脑子一转就转到提告 就转到提告 而且他完全 那个第一时间的标题是提告 就是提告张经纬 他想要透过 你说他录音带造假这件事情 有没有 他里面有讲到 他的录音带可能是有什么什么的 他就先用提告的方式 所以第一波的新闻出来 是他要提告 但是没想到我们网友们都太聪明了 网友也在第一时间抓到 你承认你造假 他说他还原现场 他要模拟 要演习 所以就在同时间 我看到啊 尤其那几个大型的网媒 第一时间都是提告 然后转过来说 原来你是真的造假 假装的 然后恩爸爸接受访问 说错愕不已 自己事先不知道 我们每天跟侯友宜的团队斗 还真的是需要非常认真努力 各位观众 你每天跟着我们一起看节目 你每天看到这个新闻发展 请你相信恩恩爸爸说的这句话 公道自在人心